18樓C座 你是Dietchanchan? 是的,你是先交三千萬給我拿手 這個袋裏面足夠三千萬 當然有做過 我還記得在樓下的大房做十八樓C座 也好像做過一些有劇情的 但最深印象就是十八樓C座 因為自己小時候經常聽心機 很愛做廣播劇 他叫我來做 當然是來做 周老闆 對嗎? 做廣播劇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匆匆給我劇本 我看了之後 旁邊全部都是前輩 你說話就不要甩 劇情比較要配合其他角色 變成是合作性 但唱歌就不同 唱歌、錄歌可以一首歌 慢慢唱、慢慢唱、慢慢唱 錄歌可能六成幾日都可以 但錄廣播劇不行 人家半個小時 你頂弄六九個字 就給你少少NG就好了 當然是周老闆 還有是金剛叔 還有見到他 其實在五十年了 但他的聲音很紅 人家很爽朗 他人很貼地 很真實 還有內容 對香港社會的現狀 說得很好 和香港一起成長 其實我覺得周老闆 就是我們香港 舒子山下的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因為很多事情 尤其是要做廣播劇 可以這麼長壽 可以令到香港人 歸屬感 和香港人一起成長 這件事真的值得讚 所以我覺得 應該要給他一個獎狀 如果有紫荊 金紫荊 應該要頒給這個節目 因為這正是代表我們香港人的精神 繼續努力 十八樓師座 永遠支持你